经过了6个小时的行程 我们终于到达了位于中国最北端的墨河 此时的温度已经到达了零下23度 现在我们就前往位于北极村国家气象站的 京奥科技实证项目 和一寒天际下京奥Gip Blue 4.0 Pro组建的表现 2023年10月 京奥科技正身入住建横的墨河实证基地 评估测试京奥光伏组建在极寒天际下的运行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现场环境数据 风速2.2米每秒 风向326度西北风 温度零下14.8摄氏度 相对湿度为42% 在墨河我们的石正基地附近 现有降水厚度可达190米 我们安装的电站为地面电站 正面面浮照度为866瓦每平方米 此时 京奥光伏组建的运行温度为10摄氏度 组建运行电压46.1摄氏度 电流13.93摄氏度 所有数据均保持在正常级范围内 京奥光伏组建在如此寒冷的天气下 依旧保持高效率、高功率、高发电能力和高可靠性能等诸多优势 在墨河这片位于中国最北的冰雪世界里 京奥光伏组建为期一年的寒地测试还在继续 让我们共同期待 京奥Deep Blue 4.0 Pro组建 在严寒极限挑战中更亮眼的表现